韩国企业向来就有下班之后的员工需要参与的聚餐饮酒活动 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让许多员工心生厌恶 但却又不敢反抗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拒绝参与这种饭局 曾经被霓虹灯照亮的小巷 以及开满街道两旁的酒馆也变得冷冷清清 生意惨淡 随着首尔高等法院裁定 强迫下属喝酒是一种犯罪行为后 韩国企业开始逐步减少下班后喝酒聚餐 根据最新的数据 衡量当地餐馆销售额的指数 在去年为88.4%创下历史新低 一家行业协会也表示 私人KTV包厢的数量 也从2020年的28,758家 减少到今年7月的25,990家 其实除了越来越多的女性 并以家务繁忙需要照顾孩子 以及免受性骚扰风险 而拒绝参与这种喝酒聚餐的活动以外 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都导致许多 韩国消费者勒紧裤带 不再毫无节制的消费 在韩国首尔著名的绿豆街 几乎所有酒吧或餐馆都难逃这波变化的影响 让业者大吐苦水 其中一人受访时表示 消费者的放缓姿态 迫使他在前年转让自己 营业将近30年的煎饼店铺 但直到现在依然找不到愿意接手的业者 和往日的高朋满座相比 韩国人消费低迷 凸显了韩国饮酒聚餐文化的转变 也反映出这个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 国内需求普遍放缓 第三季度几乎没有增长 韩国企业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 受访业者还表示 以前在十四酒馆内 还会有完全陌生的酒客 豪迈地为其他桌子的食客付费 就只是因为他们来自同一所大学 韩国人这种热情文化已经消失无踪 如今大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漠 都是各自赴各自的 虽然韩国的饮酒文化 普遍上已经不负当年光辉 可是在大学 依旧不时会有饮酒狂欢派对 为了遏制这股歪风败坏风气 一众大专生便成立了 适度饮酒俱乐部 希望能够唤醒公众 对适当饮酒的意识 요즘 뉴스에 여전히 술로 인한 범죄가 많고 제가 술을 먹었을 때도 친구들이 술에 취해서 위험한 상황을 많이 겪은 걸 보았기 때문에 심각하다고 생각해서 동아리에 가입하게 되었습니다 술자리가 많이 줄어들었고 개인을 배려하는 술자리 문화로 발전해나간 것은 사실이지만 여전히 술자리가 존재하고 그로 인해서 소외되는 개인이 존재하기 때문에 그 부분이 개선이 되어야 될 것 같고 이 부분이 저희가 술주 서포터즈 활동을 계속 이어나가는 이유입니다 实际上 한국的饮酒文化 被视为能够提升 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但前提是 需要适可而止 以免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这 Toy Story ು AW itor 2 1 11 c